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赵又廷和高媛媛28日在台北补办婚礼 30日就有媒体发现两人现身机场一同飞回北京 当晚赵又廷和高媛媛就在北京某饭店举办打谢宴 一些未能赴台湾见证诱缘婚礼的宾客都来了 其中包括张杰谢娜夫妇 徐克 蔡康永 张凯丽等 诱缘婚礼早在数月前已敲定日期 不过给小两口准备的时间却不多 两人都是从各自剧组请假才得以在婚礼时合体成功 30日中午 幼媛出现在机场 高媛媛手执两人的登机牌 赵又廷则包揽了全部的行李 让太太相当轻松 离台前夕两人接受简短访问 被问及蜜月计划 赵又廷大方称 现在还没有 因两人各自有未完成的工作 所以暂时没考虑度蜜月 高媛媛曾在婚礼时申请表示 有赵又廷的地方就是家 显然已经预料到婚后两人人将继续分居的生活 趁着不多的相聚时光享受在一起的甜蜜 又延在达现夜后就将各自回到剧组继续工作 夜思雨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